花盆种豆角 想要高产吃不完 那么一定要玄愧 见尖就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我家好多年前 应该是十多年前 就开始种豆角 就是你们熟悉的姜豆 这个东西我们一年 基本上有几亩地都是种姜豆的 为什么要种那么姜豆 因为产量高 那怎样才能让豆角在花盆里面产量高 其实除了肥料或者是浇水以外 我们最重要还有一步 就是见尖就打 啥是见尖就打 就是看到尖尖 看到尖牙 顶梢 我们就要把它打掉 因为这样子就可以高产 这个豆角是爬藤的植物 所以能长到特别高 您看我家的这个架子 应该有两米多高了 现在就爬到顶上去了 然后您会发现 豆角当您家的豆角 长到有一米左右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顶端给打掉 这个就是它的尖尖 把这个顶端打掉了之后 豆角才会高产 而且我们需要持续的帮它把这个顶端打掉 为什么要把顶端打掉 因为顶端效应 所以植物它只会优先把营养公信给顶端 但是从根系到顶端 距离越来越长了 这么长的距离情况下 就像我们的垫一样 它过程中会损耗 如果持续性的往在顶端去供应营养 您会发现营养就开始不够了 那根慢慢就会停止生长了 毕竟根在生产营养 那么的营养堵在整条梗上 那过程中 那么根就觉得 没事干了 我可以休息一下 那么这样子的整个豆角就会减产 那当我们把顶端打掉了之后 把这个顶端效应弄断了之后 它的营养就开始分化了 它开始转化到侧边的侧牙上面 让侧牙迅速的生长 我们都知道 豆角它一般情况 挂果都只会挂在新的枝条上面 这样子营养在新的枝条上面 不断的堆积 然后新的枝条就会越长越长 然后长出更多的侧牙 这些侧牙就会变成新的挂果主力菌 你看这些豆角都是最近这几天长出来 其实豆角它生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呈挂果量也比较多 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两年农民喜欢种呢 因为产量高 再加上这两年豆角的价格持续的高涨 现在基本上一斤的豆角在五块到七块钱一斤 随随便便种上几颗 您家就不缺这个豆角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菜市场买豆角 除了种这个豆角 这个姜豆以外 我们还会在豆角的根的附近 种上一些小葱 然后您会发现从此之后我们豆角不用买 葱也不用买 特别省事 唯一可惜的时候 事情就是豆角比较怕冷 如果您那里的温度在15度以下 那么您最近这段时间就不要种了 因为15度到28度之间 是豆角的最佳生长时间 它赖高温 但是不赖低温 低温的时候它也会长 但是这个花芽就不会分化 也就是说结不出新的豆角了 这样子种了等于白种 那么唯一办法 我们只能等温度再涨上来的时候 再考虑种上一颗 一个花盆种上三颗豆角 您全家全年不怎么缺这个东西了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酱 很感谢大家拜拜